小宝门早安 今天我的客人是一个网红小姐姐 之前跟她在PK的时候认识的 她说我跟她合照 把她放到最后面 美女登场 哈喽你好漂亮 哈喽哈喽里面来 开始转映了 你记得我确实有几年了 对 几年 你看那个宝石的那个绿色 旁边其他那些地方 我给你用那个绿色的 做一个稍微有一点点 带泼墨的那种 太久没有纹线了 她是有点害怕 我可温柔啦 不怕不怕 其实还好 你还好吗 你做主播做的多久 不能做 那你是刚做的吧 对 那你之前就说 你之前是一个化妆师 你为什么讲到说直播这么好 我觉得直播这一行蛮好玩的 每天都可以遇到很多不同的人 还有很多人喜欢我 我面对更多 之前就是说看你直播还有你的视频 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很高更高的 高高出瘦了 然后见到你本人就是小小的一只 你到底知道他们 哦 好 哈哈哈哈 很可爱一点点一只 好多人都说 就包括那些狠心来 等这么少一只 哼 谁这么小一只了 别人说谈恋爱呢 就比如说谈恋爱 不影响我工作 像做主播的话 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谈恋爱的 因为时间对不上 有一点点内耗别人 然后影响自己工作 我觉得谈恋爱就要 发时间啊 什么的别人 然后也是需要 接触去慢慢了解 如何的 就是直播这一行的话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而且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 直播这一行的 嗯 你是每天再来个抛头露面的 对呀 他就觉得抛头露面的 所以你会选择主播当你的女 男朋友吗 做美女照相很开心兮兮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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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得点赞关注哟